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千年来 罗布泊已经是荒芜布毛之地 而如今 这里却再次崛起了一个巨型的人类据点 跟着我的岛石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们知道路是不好走的 进到这个核心腹地之后呢 我们意外发现了这种路 这个路是之前被推投机推过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路的尽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为什么开这条路都不知道 然后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走到尽头之后就发现有工业设施出来 这种情形对我们来说就很兴奋 在无人区当科技应用于荒原 人类开始重新开拓这片遗忘之地 后续我们每年去的过程当中 看着从当时一片荒芜 地面上只有几个蒙古包 然后开始有了路灯 逐渐地开始有专制的这种建筑 我去的时候呢 甲原矿基本上可能经历它的一期 现在基本上上三期都已经完成了 每五天就有六七百人进出此处 常住在这里的人口超过三千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座大型工业设施 国头罗甲公司 在空气湿度围灵的罗固坡 人类利用科学找到了 湖泊干涸后的精华 污水 并从中提炼出钾 一种支撑整个中国农业的化学元素 一个世界级的化肥生产基地出现了 它是人类科学在荒凉无人区中的结晶 历时千年 人类终于能够再次回到这里 手中拿着的正是科学这柄权杖 这个基地中 科学再也不是白纸黑字上的理论 而是落在实地的一砖一瓦